我们把运动样条给讲一下 其实就已经快讲完了 运动样条很好理解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动的样条 比如说咱们正常用画笔去画一个路径 然后你给它一个圆环 这么着你去做一个扫描 但是咱们平时这么着去做 是不是你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直接给它做动画 就没有那么方便 那它就只是说是一个咱们正常的常规的扫描的操作 但是这个运动样条它的参数就很多了 当我们创建好它之后 它现在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里面有很多的参数 咱们先从这个简单开始讲起 那这个简单它最好出效果的 也比较好调节的 那首先比如说我们这里创建一个多边形 作为它的横截面 就跟我们做扫描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去给它一个扫描 这个给它扔进去 那现在呢你会发现 我们当前已经有了这个效果 但是当你调这个多边形的这个半径的时候 我给它增大或者减小 它没有任何作用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就我们需要在运动样条里面去调整它的一个属性 就在它这个简单里边 我把这些都先给它点掉 我们去看一下 它这里面有它的一个长度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控制当下我运动样条的长度 包括它的一个这个粗细 它的变化 都需要在这里边进行一个控制 并不是说你在这里边能控制的 好 比如说我这个样条就一米长 或者说两米长 在这你可以给它K动画 对吧 第一点它就前面有这个东西都可以K动画 第二个呢 就是咱们看它里边的参数啊 好 上面长度已经讲完了 下面就不符 不符就是它的分段 这个很好理解 你看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它的分段 对吧 一共多少分段 你都在这里输入就行 然后下边这个分段呢 这个咱们是不用去控制它的 这个就给它默认就可以 然后主要就控制它 下面就HPB 那这个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旋转方向吧 就跟这里是一样的 好 然后这个P值 还有B值 对吧 它自身的一个旋转 然后曲线呢 就比较有意思了 曲线就是说 你可以对它进行弯曲的调整 这种弯曲的旋转 包括这样的旋转 还有呢 这个扭曲 你还可以让它扭曲起来 就扭了像那种 有一些那种机械结构啊 什么的 你就可以这么上去玩 对吧 你可以再给它一些长度 什么的 都没有问题 以及它这个宽度 都可以去调整 好 那现在呢 其实你就能得到 这样一些特殊的结果 最重要的就是 它可以给它做动画 这个才最重要一点 然后其他这里边 什么属性呢 例如说开始 然后下面的生长模式 咱们现在不用去管 它有个完整样条和独立的分段 咱们先用这个 开始的话呢 就是从开始到结束嘛 这梦交可以作为消失的 然后终点呢 就从终点到开始啊 做一个 就一个是消失的 然后一个是这种生长的 你就有这种生长植物的思路了 然后下面一个呢 是偏移啊 这个偏移的话 它到这个负100的时候会 这里缩成一个跟螺圈一样的东西 你看它其实就这么一个效果 你就可以做些这种特殊的形状 可以怎么样去做啊 包括它到这个结尾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然后鼠标键给它规定一下 然后下边这里呢 有它这个延长起始 这个东西呢 咱们现在先不用去管它 我先去调 先调其他一会再说这些东西 好 那么后面这个呢 还有它的这个效果器 以及这个域 效果器呢 就很有意思啊 就是当我们这里边 比如说给它一些这些效果器 它都能支持 比如说我这里给一个公式 让它自己去动 对吧 那现在去拨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这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然后这里呢 我去把它位置 我就不需要它动了 就改它缩放就好了 缩放的话 也不用变多少 就0.3就行 然后旋转呢 可以给它来一点旋转 好 那我们现在去播放一下 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这种 像那种机械管道啊 或者什么那种 就其他乱巴的东西吧 就那种结构的动画 你可以这么上去做 然后呢 你再次的可以给它来一些什么 像克隆之类的 得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可以给它来一个放射 然后调整它的这种位置啊 其实就是一些思路哈 你们自己是可以随意去调整的 可以自己去 这么上去控制 比如那种什么输入心脏的 那种机械的流体什么的 都能去玩 能在这里去 挑它这个参数啊 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包括它这里边 这个强度 说给了160 好 那这个呢 是关于我们这个运动样条啊 就是 简单的玩法 还有呢 就它这里边还有个玉 玉的话 就它同时 它还能支持你这个 像锋利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像这些你都可以去用 比如说 这里就引力的吧 还有旋转呢 什么的那些八糟的 你看 当我开启引力之后 它跟细胞一样 在这收缩 你可以把强度呢 给它降低一些 然后这引力放在哪呢 它就会跟随我的引力 跑到哪 咱们现在虽然说还没有讲啊 但是你现在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它就可以做出一些 受到这种 更加特殊影响的效果 其实就很好玩的东西 就要开阔思路啊 OK 然后把这个给它删掉 回到我们的这个 用它样条里面 然后这里呢 你也可以把刚才 比如说我穿建好的 这个引力 对吧 那你可以给它拖拽进来 它是排除到末尾 还是说是包含它 这个你是可以 就是像那个灯光排除一样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OK 把这些删掉 然后咱们再回来 继续穿进来用的样条 再看下一个 我们把它接下来 这种不常用的也去讲一下啊 刚才呢 前面把这个简单 这些都已经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我这里 去给它增加一些分段 然后调一下角度 让它这个东西呢 会多一点 随便旋转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它有一个完整样条 和独立的分段 它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你看条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整个 它这里不会断开 它又是一个完整的样条 但如果说独立分段呢 它这里就每一个都分开了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了 就每一个都分开了 和它是一个完整的 怎么着的 就这么一个区别 然后下边这个延长起始是什么呢 当我们把它开启 关闭的时候 会发现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我去调整偏移的时候 例如说我低于这个零 它默认是零的吧 那其实就已经低于这个开始了 它起始部分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自动给你延长这个样条线 它会变成像巨蚝一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做些这种特殊的造型 对吧 但当把它关掉之后 它就不会再去给你延长这个线了 就这么一个作用 好 那么排除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就反向的嘛 它就排除掉这个起始方 那在这个方向吧 所以说当你这个数值给一个正数的时候 超于零的时候 那它这里也不会有卷 但你把它开启之后呢 它也会自动把这个线给你延长出去 就是你这个线延长得越多 它这里这个线就会越密集一些 这个到底大家应该是很容易理解了 好 然后再下边一个这个目标样条 是什么呢 就例如说我现在觉得 这个造型看起来还不错 对吧 那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样条线 因为运动样条 刚才咱们去播放的时候 大家都能感觉到 它会有一点卡 有点延迟 但当你把它变成样条线之后呢 它速度又会快很多 例如说我这里创建的多边形 我把它塞掉 然后呢 把多边形给它针进去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得到了这么一个样条线呢 对吧 那你再用这个样条线去给它做扫描啊 或者什么时候 那它速度肯定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东西它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 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当你去做这种结构的时候 好 很有意思啊 然后再看下面这个 这个大家已经理解了 刚刚就给你们去试了一下 其实我这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随便一个样条线呢 给它转成跟运动样条线一样的图形 对吧 就给它变成一样的图形了 就通过目标样条就可以 但是必须要塞掉状态下 不塞掉是不行的 然后这里边还有这个目标导轨 跟这个目标Y轴导轨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边它有两个这个样条线吧 对吧 一个是X导轨和Y轴导轨的方向 你可以自己去调 比如说我这里穿进一个多边形 也是同样的把它给塞掉 扔进去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它X轴的导轨方向 就会根据这个多边形的进行一个变化 那同样的 你可以复制一份 去调整它的这个距离 对吧 去刷新它这个位置 然后呢 来控制它这个Y轴导轨的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 它里边这两条线的导轨方向 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就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了 然后再往下呢 就它这个显示模式 对吧 它默认的就完全形态 就都给你显示了 然后线的话 它就给你显示 它的一个样条线 双重线的话 就把双重线都给显示 但其实这两个线来看 它没有什么区别了 那主要就完全形态呢 它会显示就正常了一些 因为这个完全形态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宽度 对吧 那你如果说 你只是一个线 或者什么的双重线 它看不到这个宽度了 它只是说这个范围 你可以看到 所以有的话 这里就不用去更改 就这个就挺方便的 好 然后咱们接下来 再去讲这个样条 那这个样条 跟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这里再重新给它删了 重新做一个 例如说 咱们这里改成样条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什么效果呢 比如说我这里去打一个文字啊 然后文本呢 我这里就叫 一壶 对吧 或者说什么橘子啊 或者什么些乱一八糟都可以 这里你可以改成一个粗体 改成个中对齐 OK 给它转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啊 就可以去点击它的样条 发现它属性呢 产生了一个变化 那当把这个文本给它拖着进来之后呢 哎 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这个运动样条围绕这个文本 它走了一圈 你可以把这个宽度给它增大一些 可能会更加明显一些 但是呢 它现在这里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就它这里 这个歪七扭八 对吧 它不均匀 OK 那当我们这里 只需要把它开始增加一点点 它会好很多 那么同样的 你看这里 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这么一步操作 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啊 就是还是需要去给它 创建一个 几种轮廓 去给它做 不能光靠这个显示 创建一个扫描工具 把这两个改进去 文本就不需要了 它这文本就可以去给它隐藏掉了 那现在你再去看我们的东西 它是不是就比较规则了 那通过这种方式呢 你就可以去给它 哎 做这种 文字动画的一种 这种生长动画 什么什么有问题 非常的有趣 包括你从结束开始生长都行 它这种偏移 但偏移的话 它就是 整个就偏移的比较乱一些 就适合做些那种乱线的什么 所以就是 它这个范围就直接超出 它本身的一个范围 就因为文字嘛 它文字路径会比较深 对来说复杂一点 就是一般来说 你可以不用去改它 OK 好 那完事之后呢 其他属性呢 它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边它有一个原样条 你这里呢 可以去展开 展开还是我们当前这个文本的 这个属性 然后这里边呢 还是有个原刀轨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它这个 上面生生器的模式 就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不想啊 这种路径的话 它有点点分布 它有数量分布 对吧 就它均匀的这个数量去控制它 你可以这么多去增压它的一个数量不符 使它这个东西呢 变得更加圆滑一些 你可以离近看 它就更圆滑 还有这个均匀 对吧 它这种均匀的效果 会更加什么样 更好一些 以及这种什么不符啊 之类的 但是如果说用这两种的话 就没必要说数量给它那么多 不然的话 你这个分段太高 它会非常的卡 OK 这个圆导鬼我换一种形式啊 因为这个路径会比较太复杂了 比如说我这里创建一个多边形 然后呢 这里我们再给它来一个运动样条 对吧 去给它做一个扫描 然后呢 把这个给它扔进去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把它这个模式改成样条 对吧 就跟前面操作一模一样的 然后把多边形呢 改进去 让它识别到它 那现在它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是把它开始增加一点点 它是不效果出来 当然现在太细了 我们增加宽度呢 就能解决掉它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有的时候 我们想快速调整它之间 一个粗细变化 那其实就是这个导鬼 就跟这里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样去调挖很麻烦 例如说我这里去创建一个多边形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又能样条里边 扔到这个多边形 你会发现它现在变得非常巨大 但并不是说每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后你就需要把你的视图给它缩远 然后去控制当前你这个多边形 放大缩小来控制它 然后再调整它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必须要调整比较准确一些 然后然后去缩放它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导轨的效果其实就这么一个效果 就通过我弄弄它的位置来控制它导轨的一个方向 那这样就可以产生它之间的一个变化 无论说上下还是左右或者放大 它都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结果 就这么一个作用 那这个就导轨 可以这么去控制 然后有一个这种上下大小的变化 OK 然后咱们再去讲下一个 这里我继续去把它删掉 都删掉 我们再打开这个第三种模式 就它这个Turtle 那么使用它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在切换前面这种 它还正常一些 但用这个时候 它直接变成了一棵这种小树 小树枝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前面属性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提到它开始终点 去做一些生长动画 对吧 然后后面呢 这里吧 Turtle这里 它有这个 你可以去输入它的树枝 这种编程的东西 然后它也可以在这里呢 去转制它这个控制台 在这里面有它详细的一个信息 在这 好 然后这里边它这个语言呢 就是说有F A 什么 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你看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F 它有什么变化呢 这里一定要用大写的 它会增加一个 看到吧 这里会增加一个 那么输入一个A呢 A是不是给它增长 一个像分叉一样东西 然后B呢 就是它另一种 不同类型的分叉 其实你就看它下面这个 然后你输入上面这个 你就能得到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果 对吧 好 然后呢 包括这里呢 还可以去改它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给个80 或者说给个10 都能控制它这个角度 包括在这里 点开 去让它计算一次 也没有什么问题 它现在呢 它这里是无错误的 如果有错误的话 它这里会给你进行提示 好 然后它下面这里呢 还有它这个树枝 然后这里呢 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生长 比如说给它做一些这种 树枝生长动画 包括它默认角度 就你在这去调配更方便一些 还有它默认缩放 以及它这个移动啊 还有它这个 像半区一样的 包括随机 随机的一个变化 还有随机种子 这些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可以来做生长 那这种就是一个真正的 这种生长的感觉 还有它这个缩放成绩的这些东西 包括这生长角度 你可以开启 或者说给它关闭 就这么一些东西 然后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样条线 去给它扫描出来 因为你现在去渲染的话 它并不能渲染出来 它需要变成一个模型 所以说你就可以给它一个扫描工具 那现在你再去渲染呢 师傅咱们也可以做一种树干 树枝啊什么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随便去渲染 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运动样条 就全部都讲完了 它的这个内容核心呢 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玩 就是可以扩揽很多的思路 好 然后剩下内容呢 咱们下个课见 拜拜